就是我更改它的Image 然後因為我之前的那個 就是它反應溫度好像沒有收斂的話 它更改Image之後 它兩個的Barrel是會變得不一樣 那因為現在確定收斂 所以可以就是驗證了差不多 對對對 像這個 因為像我的話 這四個NEB是這三 一二跟三都還在捧 那這個是跑完的 然後它大概是0.5多 都大概是0.5多 所以都是 就是它可以讓它曲線更好 然後但是 我上網去看它說 它說就是它曲線的Range 要大概在1到2之間 然後因為我後來跑出來的 我的Image的Distance 它大概是0.726 所以我很好在找它最好的Image的數量 把它增加到就是 就是它可以在1到2之間 就是 應該是 對 太大跟關係 OK OK 了解 因為它這張是在介紹說 最最佳的距離 大概是1到2之間會比較好這樣子 這是QE的嗎 對 這是QE的 它這邊有在做介紹這樣子 應該說有民間的那個簡報 民間有人做的一個教學的簡報這樣子 會比較好這樣子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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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 不然你自己看看 對 因為 這樣子 這是11米曲 這是71米曲 對 但是因為它它最後收斂最後是 490.726 所以代表說還可以再做更動 對 所以你點住越多它那個是應該只會越小嗎 對 所以可能就是要把它降成9 因為這邊是7 不是不是 其實越密是越精密 越準確 OK 那這個教學 它是說容許範圍 可以到這麼大 就是說你不用點住 不用取這麼多 因為取比較多點會算得比較久一點 OK 那就是差不多這樣就會 這樣 11米曲應該 比較好一點這樣 然後 然後就是 我目前還在看這個 因為 老師叫我看那個 就是 KMC的這個 程式 然後我目前還在看 因為我昨天有跟老師討論 可能 可能之後有些東西要做 做修正 那 對對 那可能之後再跟老師討論 那我目前就是還在 還在看它的程式 這樣子 對對 那之後這邊再跟老師討論 這樣 對 那大概是 等一下禮拜 可能禮拜就可以了 OK好 那沒關係 這邊再跟老師做討論 這樣 OK 好 那報一下 paper 那 國賓你自己要分析的材料 它的 Decretion的路徑 Decretion的路徑 就是 你NEB應該算得很正確啦 對 就是目前是都跑出來 但是因為 因為我這 我這幾天有遇到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的材料 它 它好像就沒辦法收 我臉書我現在在調殘數讓它收入 有沒有人DNB做過 這個材料 有 而且而且它 它 一樣也有做NEB 就是 就是 等我一下吧 一線 喔 這個 這是 等一下喔 欸不是 好像另外一片 欸不是 好像另外一片 欸不是 另外一片 這個 喔這個 就是 就是 我的 然後它一樣也有做NEB 它大概做出來大概是在 1.6 對 它路徑只有這幾種 對它路徑只有考慮 Pace 1 跟Pace 2 就是 這樣子的 跟這樣子的 就是 它不同的 位置 然後 主要是 都是平行的擴散 欸 那它的NEB 不是金格點上面的NEB 而是外部來的NEB 對它應該 因為它只有單一顆在擴散 然後它考慮 就是這四個位置 然後因為它中間的這種 空間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Barrill都是一樣的 對 所以這是 In Channel 對 它的Channel 都是 在Channel裡面 對 四個Channel都是一樣 它沒有辦法上架 因為說它 它只有考慮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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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的擴散 因為 我問 李斯妮老師 它用說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 release 去找它的 比較好的吸附點 啊這個可能 就是要慢慢去測試 就是測試出一個 比較好的吸附點 它能量是最低的那個位置 就是可以拿來做 我們 要的 擴散的路徑 對 全都要自己找 這樣子 對 它有沒有說理由 它為什麼是選這幾個方向 是 看這樣結構 是只有這個方向嗎 因為我 因為我 我現在看的Paper裡面 很多都是透過 計算的方式 透過計算方式 它好像運用了這個 這個公式 這個吸附能的公式 對 因為這是表面啊 表面很多吸附狀況 但是我們 內部的話 對 應該只有一個 中間的孔洞 啊 你就要看這個孔洞 是往上跑 跟往左跑 因為 因為 李斯妮老師是叫我 用那個 release去看 就是 叫我去看它的 release出來的結果 哪一個位置能量比較低 就 就選那個位置 這樣子 但是照這樣看 就只有一個 孔洞的地方去 因為 這個結構 應該是他們自己去 自己 因為 因為它的 因為它的 它這個 材料跟我是一樣 但是我們 好像長起來 我的材料長起來 跟它有點 有點那麼不一樣 這樣子 我看一下我的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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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找的反應物跟產物的 欸這個不是這個 因為老師那時候叫我用 用一乘一乘一就好 就是跟它長起來好像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Material Project上面的那個材料結構 是不是應該不是電池的 對因為 因為Material Project上面還有那個 電池的搜索器 對 我看一下喔 前面不是有報告CODE嗎 CODE裡面也有嗎 CODE CODE啊 喔就是我報的 對對對 對對對我報的 但是因為我們看它主要是 都是 CY 因為它這個好像沒有 納跟 納鐵羚羊這個 這個 下面要打一下四次 要是 有這種配對的 不是 你 你反回一下 反回一下 對 下面要限定它就是找 最大最小都是四 它就只找了四種配對啦 OK 對 它好像 有 有了 有了 反回一下 有多多 到底哪一種 還是 對 那你自己過濾一下 過濾一下 就是 看哪一個是 在介紹電池的配合 對啊 OK OK 好那我再 我再看一下 對 因為我 我看這個結構跟我的 好像不太一樣 OK 那 它有介紹它的配 這個結構的輸出嗎 沒有它沒有介紹 對 這個我這裡爆破 它好像沒有接受 對 好 那 大概是這樣 嗯 然後我們過濾一下 OK 那我再從COD上面找我看 還是這個配方的 有四個的 那邊有嘛 COD上面 養了四個 裡面都是一 然後養四個 不是 你只能這樣啊 你只能用這樣 或是這邊有 有 體力的嗎 這裡有一個 對,剛剛他有一個好偷製的 這一個 這一個 對,也是當作這支材料 我看一下他的400894 我看一下他傳言是怎麼說 這可能要看一下,實際查一下他的paper 對,他這行 因為他這行不能直接看他的paper 要直接搜尋他的期刊名字 對,他是納電石 合成了橄欖石的納鐵營養 那這個就是了 先把他載下來 先把他點開看一下 小怪 好,這個 對,這跟你原本找的不一樣 好像 我把他做ball and stick 看看 他可以計算電解嗎 那邊停個一個 他就會把你連在一起 對 這個組可以計算電解 這邊有一個地方可以計算電解 這邊有一個地方可以計算電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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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照一下 這個感覺這個結構複雜一點 然後他的原子數好像 他原子數有28顆 那跟我這個 28顆 我這個也是28顆 但是我有考慮一個吸附的納 就是加一個納原子進來 隨便29顆 是 感覺蠻像的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依這個結構好了 因為這個結構是 有發表在期刊上是確定是納電子的 這材料 好,這樣看起來 紅洞好像蠻多的 對,蠻多的 而且都蠻對稱的 我這樣看 還好 但是孔洞蠻多的 對 那我就 那我就用這個結構 我改用這個結構好了 假的 OK 好 好 好 那我報一下 Paper 這樣子 那這Paper是講一個 這個2D的材料 這個折靈 的一個 那西附 然後他一個擴散 但是因為 這個 這個期刊 它是一個印度的一個期刊 然後 我是還沒有找到它的這個 interfactor 這樣子 對,一個 一個印度的期刊 然後 他 因為現在2D的材料 在 在研究上比較 被大量的 的研究做 作為 這種材料 的電極 然後 這種 像這個 摺靈的這個2D材料 它是一個 快體的一個形式 然後它並且是金屬 然後它具有這個 它具有這個 成狀的結構 這樣子 然後這邊 這邊Paper是在講說 他用這個 低性原理的DFT去 研究這個 這個 納在這個 這個2D2-0的 這個 單層上的吸附 還有擴散這樣子 然後他主要 他用的有 QE的 的package 然後他有用到這個 PVE去計算它的 能代系 還有用的這個 GGA 然後他KPoint 用的是12層 12層1 這樣子 然後他最後 他用的NEB 去算它的 擴散路徑 然後他用這個公司 去考慮它的一個 吸附能的 部分 這樣 然後圖1的 A 主要是在說 它的一個 原始的 還沒有加納 這個 這個 Service 比較 非對稱的地方 比較多 所以你要去 OK 好 了解 那像 Bobby你的系統 這個 可以看一下 你放在那個 中空的地方 有幾種 位置可以 中空的位置 通常我是都會 比如說像 這個 這個 等下我先對他做 那個 我先讓他做 飛對 飛周旗 先對他做 飛周旗 過來做飛周旗 還是用Incel 看一下 比如說有孔洞 你兩個 看起來不太一樣 但其實相對位置 是一樣 那個就不用再擺 OK 大概有這些 對 我自己帶出來 我在看這樣子 OK 好 然後 然後就是 這是他的 哲鱗的一個原始的 2D的結構 就是還沒有考慮到 納離子進去的時候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 可以 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他透過PBE的 的 的 去看他人帶系 大概是在 0.22EB 然後這個 CBM 還有這個 VBM 他們的主要都是由這個 這個 0的 P P軌域 就是藍色的部分 還有這個 折的P軌域 紅色部分 所 所貢獻的這樣 然後這張圖 在說他的 圖2A 是在說他的一個 考慮了鈉的 吸附位點 的 的部分 然後他會從這種半導體 變成一個 一個金屬的 的結構 因為考慮了 因為加了鈉上去 他會移動了 0.20的電荷 到這個 哲鱗的 結構上面 然後他的半導體 的這個 能帶圖會看出他 他從半導體 轉變到 到那個 金屬的部分 然後就是從圖2C 這邊可以看到 他就是透過他 跟他應變的一個擬核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 他的這個 拉伸號 壓縮 可以讓他的 平均電壓 從 2.71降到 1.80 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證明 對 吸附能 吸附能是他這個 EV這邊 然後 就可以下降到 他 應該說這邊是 他的平均電壓 然後從 從 2.71可以下降到 1.80 然後 這是吸附能 對對對 吸附強如果變得 可以用硬力來調配 這個叫做 strand engineering 對 硬力工程 藉由硬力來調配 材料的 材料特性 對 然後就是因為 他這張圖會證明說 這個鈉原子 他的吸附能 對外部的一個 應變 會比較敏感這樣子 因為他的電壓 會產生反應這樣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 斧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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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就可以看到就是 他的一個 擴散路徑 他分了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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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散路徑 他分了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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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在这个这个位置 吸附的位置上 他的吸附能是比较低的 所以早知他的barrier 会比较高 对 所以 然后他考虑的这个 这个位置的 这个吸附能是比较 比较高的 所以他的barrier就是比较低 然后一个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0.25左右 一个是在0.66左右这样子 所以可以看出就是 PACE1是比较好的固定 这样子 然后就是图4的 图4的 A就是在说他纳原子的一个 吸附的位置的摆放 然后像他如果摆在跟这个 这个则0的结构是平行的位置 他的这个吸附能是比较高的 那吸附能高就是代表说他的barrier 会比较低所以这摆放的位置是 比较好的 然后像他摆的跟这个则0的是 是不平行的 然后这个也是没有跟他平行的 所以他的这个吸附能会比较低 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 钠濃度的增加 他钠的原子增加越多的时候 他的吸附能会会降低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说他的这个 平均电压 就是在吸跟珠这边增加之后 他平均电压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这样子 对 然后然后主要的结论就是来说这个 这个他这边 kaper介绍出的这个钠原子在这个 上面的一个吸附 然后因为这个压 拉伸还有压缩 然后会让他的硬变而 会变低这样子 然后还有发现这个吸附的这个单个 钠原子的一个转变为金属 然后就是代表说这个电导率是增加 然后就是还有看到 可以找出他的一个N1B 通过N1B找出他的一个 扣散的最低的路径 然后 然后就可以证明说 这是一个良好的负益材料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 我等一下跟那个 永成会去买那个 记忆体 啊 那个 因为他那个交易机只剩一个X的 那要买多大 就是因为那个现在只有10G 那不知道大概要多少才购 那还是16G吧 因为他们最主要是 他们的记忆是DDR 然后DDR的单行是很老的 然后 就要找个小 然后因为我们 你们是16G吗 我们不是太好看的 因为 因为他们 呃 我们是DDR 但我们下一个时间是 剩下的DDR 但是 比较可以做 好不好 就是 比较少 所以 你可以 但是 应该 那 那 弄到16G 应该搞一样 原本是多少G 所以我看有时候都到满的 但是 那个满是因为 有一个人会突然 爆 那个记忆体爆掉 就是可能一个人就站了70幾% 然后 就整个 就挂掉 所以他是用Apple的圈套 还是这样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是谁 因为一般是Vizos的 都不会这么多 就是有 会有一个人 会突然 记忆体爆掉 然后 就整整整 全班就坏掉了 所以 我也抓不到是谁 因为他那个 那个Top 看不到全部的 学号 就看不到是哪一个 使用者 就只知道是40几号 但是 不知道是 可以啦 要 设定 那个User的名称 要输出几位 但是 HTop不行啦 只要他指定 PS 可以看出来到底是哪一个 好 下禮拜 再看 那 那要去买一下吗 还是 还是 还是就先限 限制他们的 那个 先抓出凶手 嗯 但 不知道啊 因为下禮拜只有一个小时 如果他 全部当掉 那 不知道会不会 来不及 那去买一下 直接是还有机会 就急一下 不然 还是用这个 直接 再 然后 好 没错 更要我讲 上次就是 找到就是那个 data的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 资料问题 然后 我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 然后 我发现上禮拜 那个 看 看起来怪怪的那个data 其实好像是没有错 是 呃 是 他却 这个就是 上次看起来怪怪的是这两个嘛 就是 一个是 这个看起来没有变 但其实有变了 但是 呃 我算了一下 就是 原本的尺度是 我们上次看的是因为这个z 哦 z怪怪怪 对啊 这个是因为算出来是变成bcc的 所以我上次讲错了 是 他是会变的 就是他 那个qe算出来 会变 会变bcc 就是 有些结构 会 算出来 就是长这样 就是 变成bcc 这个 只要 这种看起来 差特别多的 就是 变bcc 那我去做个结论 结论 上一次你说不会变 呃 结论就是 所以 上次是我 我 应该是我搞错 是 呃 结论是会变 就是会变bcc 结论 就是 他这个 会变 FGD的UVCL是四颗嘛 对对对 啊bcc是两颗嘛 对两颗 那我应该 那现在这个sale里面是四颗 他到底是怎么 看上去 可能是bcc啊 bcc的相对位置也 原本把FGD膨胀一下 就会变bcc嘛 哦 有 很快 有 不知道 因爲 哦 上次我会说 没有变是因为我抓到那个 那个 你可以 就是最上面那一個 我之前搞錯的時候是把 最上面的那個 抓到最上面那個啦 就是這個OPI的結果 然後現在 它會從那個FCC 這個是最上面是FCC 那它會慢慢的慢慢的 就變成BCC 然後能量會加強 對對對 就 最一開始的這個看起來就是 就很正常嘛 就是3.6 3.5 這個就是那個FCC 那到最後一筆的時候 它就會 它就會變成這樣 4.0 2.8 就變成BCC 那迷路有下降很多嗎 迷路喔 看一下 這個是7.56 呃沒有沒有好像還增加 第一個是7.52 你這個SUPER SALE起來會不會看起來怪怪的 這個SUPER SALE起來 我看一下啊 我檢查一下這個 這個是9的 這個 這個 就在PSO的時候是用一個SUPER SALE 的 對 對對對 好多一會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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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它還在那個 因為這個data很多 這個我不知道它算滿的 喔對阿這個看起來還好 如果我們原本就開 B2 B2就是BCC吧 對 阿你把它 也會跟你現在這個 一樣嗎 B2 B2的UniCell是兩顆嘛 就有兩顆來做 如果SuperSale 會長的跟現在 你從FCC變起來的會長的一樣嗎 相對位置 那我可能要算一下 老實說 一開始初始還沒 Ultimize前創的結構是B2 然後再讓它 Ultimize 之後SuperSale會不會長的跟這個一模一樣 它的相對位置 是這樣排的嗎 我不知道 你看 你原本的 B1的結構 相對位置 你知道其他B1的嗎 對 你剛剛不是已經 原始是B1嗎對不對 對原始是B1 最一開始是B1 就還沒Ultimize之前 還沒 Oltimize之前 好像這樣 對 那因為它U1Sale一定要有四顆才能弄四顆 嗯 那 如果現在是B2的話 那只要兩顆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那個 如果是B2 有辦法SuperSale變成四顆 然後跟它長相對位置一樣 B2四顆喔 SuperSale 好像 想不想 四顆 感覺 感覺好像不太對 嗯 兩顆 四顆 嗯 嗯 好啦 不然照訊你試一試看 試看看好了 你用那個 B2的結構 一開始就開那樣 A4買完 嗯 因為那是兩個 原始是一個UniSale 對 BCC是這樣 那你J有SuperSale 會不會有辦法弄得跟它一模一樣 好 SuperSale 兩顆 兩顆 Double 嗯 嗯 這就是這樣不太行 對啊 好像不太行 因為SuperSale好像一定都是 就是 要變 222嘛 就是一定要乘2 那如果原本是兩顆的話 乘2就一定會變成 8顆 呃 就好像沒辦法變4顆 看不太出啊 兩顆 呃 還是 就是 欸 BCC 想說它有對身性 呃 還是我 我 把 這兩顆刪掉啊 就是刪掉 刪掉 然後再說SuperSale 看它會不會還是BCC 嘛 這這這原本一開始就有對身性嗎 如果我們把它弄成平 就是 呃 對 如果我們 給它加 運算的對身性 它 它 應該就會還是維持B1的結構 呃 對 它就不會變形了 因為這個好像 你用兩顆SuperSale 它也不會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它把它單一個 當作同一種 去判斷它 它是 FCC變成BCC 但是如果是兩個相異的 你沒有辦法從 兩顆月子 SuperSale就變成這樣 長這個樣子 所以要 試試看那個 呃 Ivory改成 對 改成 原本我們是設0 就是 我們創結構的時候 等一下我看一下 就我們一開始創結構的時候 就我們一開始 Ivory是0 是 就是完全不給它對稱 對對對 但是這個 如果是B1B2 它有一個 空間的對稱性 嗯 對 對 如果對稱性給回來 給回來 就是 喔 它不會就不太會變形 因為 我們初始的密度其實也不知道嘛 對不對 初始的密度 喔 我們一開始好像是用 一個 用經驗工資嗎 對來算出來 對 搞不好它 它就是要 你剛剛看密度變大了對不對 對 對 表示一開始 給的那個 體積太大了 會讓它任意隨便的變形 喔 就它會亂擺 那個位置 對對對 那如果你其實 因為金屬 材料其實都是最緊密對機對不對 穩定的狀態下 嗯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核心的密度是多少 就一個 給一個過大的 體積 喔 那如果是強迫它這樣對稱器 它就會根據這個對稱 不改變相對的位置 只不過去說 壓縮或是膨脹它的性格 嗯 也許這樣最後就不會變形 喔 好 對 因為我們這樣看好像 僅僅那個 D2 Super Sale也弄不到P1 對不對 D2 對啊 這個還是 對 所以我們那個Reference的結構 本來是要用B1 現在改成B2 對 那你不用那個對稱的 不然你看看好了 喔 就是先 把那個B2的 全部 拿出來 然後把它Ivary改成 B1 那現在是FCC 對 FCC FCC是B1 對對 那你用B1看看 好 就是把這Ivary變成B1 對對對 好 然後就 固定住 看它會不會 Ultimase完之後 還變成B2 這樣 你有設定對稱它應該不會 喔 它就會調到適當的 程度 喔 OK 那就 好 那好像就先 這樣 啊有些不會變形 對不對 喔有些不會 有些就是我們一開始猜的 跟它原本的密度 應該都差不多 喔 就今天公司 就有些還是會對 但有些 有些會 有例外 OK 但我 我不知道是因為 強制它是XYZ的關係 因為我們都有強制它XYZ 有對稱性 整個就 就沒差 就是 它就會自動失效 還是怎樣 痾 因為有對稱性 它的金額的 αβ 剛才不會變 喔 好 就是 都還是會維持正價 對 OK 那這行就可以取消 好 那我再 我再試試看 就是把它改成 那 那 這禮拜找的Paper是它 研究那個 Google鐵蒙涅 的 的 大家好像都找這一組嗎 這組的Potential 這組 這組好像是目前為止 就是 不管是實驗還是 模擬上 大家最常用的一組 大家最常用的一組 就是可以有Potential 就是 就好像是 最一開始 做出來的那個 高三合金 就最一開始 它這個 合金有 有一個 特殊 叫什麼 康納合金 什麼的 就是一開始 最一開始有人做得出來 所以 就之後大家都用這一組 公園院 你在考這組嗎 嗯 但是他們現在想要 用高雙做醋 什麼 跟那個異類 一樣 好 那它 這個最主要是在研究 它的 不同 它是調 菇跟涅的比例 然後 菇跟涅的比例 然後 研究他們的那個 State in Fold Energy 對 這邊有 菇涅的比例 跟文字一樣 轉價 State in Fold Energy 好 那它 這是方法 就是 它分別用了 菇10 20 跟30的比例 然後 適能是用 那個 也是用 MEM 這樣 就是也是 大家都是用這個Paper的 適能 那它的 那個 平面 然後 力量 對 它也 它這邊有講說 它是用 一個什麼 共二什麼 東西 做 做 swap 方向不一樣 OK 好 那它做了 就是它做了 一百 一百匹秒 的NPT 然後 欸 文字 做方向不一樣 任務的方向 對 XY我是倒過來 倒過來 還是說 但是它 答案是對的 因為我的 這個不是 E 對 它移動的方向 固定跟 一樣 對 它做 拉伸 壓縮是 沿著 Z軸 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它的 那個 做的模擬的那個圖 就是 沿著Z軸 然後拉伸 壓縮 然後 平面 然後它可以看到說 下面這個是 它 呃 不同比例的那個 拉伸 的壓 跟壓縮的那個比例 然後 可以看到 呃 那個 30%的會 會強 就最強 30%最強 就是如果你 估30% 然後你也少一點 就它的 它的那個 Staking Foam Energy會 最低 嗯 跟這邊一樣嗎 對對對 這兩個 就是它 這邊會最低 對 一一不二 對 對 對 它30%的時候 它的這個 Staking Foam Energy會 它是ISF 好像是什麼 固 固 固有的 固有的 固有的Staking Foam 就是I 那個 我不知道那什麼意思 反正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那個 錯位的那個 圖 對 好 然後這個就是 呃 左邊這個 A圖它是 這個是20%的 然後B圖是30%的 固 然後 它做那個 拉伸之後的變形 的那個 插牌的 樣 那個圖啊 圖示這樣 然後它 發現 欸 它 那個 比例少的 它的Staking Foam 會 比較 比較少 就是它的能量 會因為比較高 所以它 好像它的 密度會比較低 就是 產生 那個 錯位的密度會比較低一點 對 然後 C圖就是做它的比較 它這個 這個圖 真的 有點模糊 就是它這個 ISF的那個 比例 就是 30%的 會是最高的 就它 那個插牌的比例 會是最高的 對 然後 這張圖是 它主要在講 它總共會有兩個 變形機質 然後 那個 上面的這一個 是它 它是原本兩個 那個 ISF插牌 然後 它 再經過 拉伸或壓縮之後 它中間會再 跑出一個 這個 對 ESF 然後 之後慢慢 就 產生這個軟機 然後 還有第二種機制 就是 兩個 ISF會越來越靠近 兩個 就是它 它會從一個 然後變成兩個 然後之後 它會變成 那個 那個 SEP 然後之後 就產生軟機 就是這個軟機 它就 TWIN 就是 之前好像有講過 就是 會變成那個 就是形成馬式體的那種 那種 那種 軟機 那種 機制 然後它就會變 就是 它總共會有兩個 變形機制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它 分別 不同的 比例 然後會產生 會有不同的 插牌效果 那 紫色的是 SR SRD 好像叫做 階梯 Stair Stair SR Stair 那什麼 我翻 我翻 後一走的會幫我們上完 對對對 然後 綠色的就是那個 Shuckley 然後 黃色的就是 欸 紅色的是其他的 就是 就是位置的插牌 那 對 它可以看到說 比例越高 30%的 它的插牌的 產生 確實是 最最高的 這樣 然後 這邊 這 的注意圖也是 就是 檢視出 剛剛講的那個結論 那 結論就是它 呃 估30的 它會 有 最低的那個 ISF 然後 啊 越低 這個越低 就會 它的 塑性跟強度就會 最高 就會越高 這樣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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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